雙倍體感溫度4243度 光走在大馬路上就跟烤箱沒兩樣 不少人口罩就戴不住了 但實際觀察人有一半的民眾 為了防疫還是把口罩給戴好 的確口罩解禁後 很多人怕確診 出門在外還是戴口罩 炎炎夏日也不影響 民眾有不同看法 也有人覺得太過悶熱 把口罩拉到下巴 或者直接脫下來 但暑假旅遊忘記出門趴趴燥 可能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機關書統計最近新冠確診人數 在6月28到7月4號 每天平均207例 跟前一週的平均230例 相比是差不多 機關書也說天氣熱 新冠或流感疫情 應該會比較緩和 但目前的疫情仍然在高原期 可能跟初有人潮聚集有關 不能夠掉以輕心 口罩撕掉的話 可能就比較沒有保護的效果了 那我自己個人建議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人現在出門 如果你真的要戴口罩 就要戴有效的口罩 而且不只新冠流感 腸病毒RSV這些病毒 也在傳播 還有小朋友放暑假 出門跑跑跳跳 手在外面都摸西摸 抵抗力比較低 恐怕就會感染 防疫小細節 依然不能夠忘記 里陶恰陽壓 不斷飆高溫 兼顧防疫 戴不戴口罩 或者是什麼時候要戴 得思考清楚 TVBS新聞 正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聽聞說 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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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